杜兰特离开雷霆后 投敌的帽子到现在都没有摘掉 而炮轰雷霆管理层 也让俄成和他的关系无法修复 但不可否认 他确实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这里 那么以杜兰特在雷霆取得的成就 到底该不该退役求一 作为雷霆的老大哥费舍尔 也就此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35号应该在雷霆被退役 其他人穿戴我看来没有道理 我认为最终甚至是现在 都不应该有人继续穿着这件球衣 这也是杜兰特雷霆队友第一次为他发声 看来面对舆论的压力 老于还是很理性地做出了判断 杜兰特在雷霆效力的八年时间里 获得四次得分王和一次MVP 一次又一次刷新队内常规赛 最好成绩 并率队朵四闯禁忌后赛 11到12赛季更是进军总决赛 真正成为雷霆队是第一人 为球队做出了不可谋灭的贡献 可以看出就荣誉来说 杜兰特确实符合退球衣的条件 荣誉固然重要 但不是决定性的 管理层和球迷和杜兰特的关系 至今都存在裂缝 霍华的荣誉也可以算 魔术队是第一人了 回主场就是虚声 球衣怎么退 所以球队就这件事 更在乎的是球迷的感受 倘若等哪天杜兰特老了 雷霆球迷是怀了 退一球衣才会水到渠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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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应该